小区经常性停水 住户们平时用水还要绕过居民楼去打水 故管老人也要如此 平时连洗个澡都不方便 引起小区住户们极其愤怒 结果通过记者曝光后瞬间来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故意断水还是另有原因 接下来尽请提阿诚为你讲解 事情发生在长沙的紫湖堤小区 这个小区从元月份至今已经停水高达30次左右 搞得业主每次都要外出买饭 不仅如此在小区中能洗个澡都成了奢侈 通过视频中可以看到小区很多人 都在一个洒水车旁接水 没错这就是他们每次停水需要做的事情 需要外出打水 这次看到的还算好的 毕竟洒水车还在小区中央 据小区业主明述 要不是经过曝光记者拍摄 根本不会有这种便利 因为在平时停水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走路绕过一栋楼才能达到水 然后再运回家去 不仅如此没来水之前物业都会提前发信息 但是这个提前恐怕是太提前了 往往都是信息发后五六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来水 这给小区中的业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不仅如此小区中还有很多的孤寡老人 虽然他们年龄较大行动缓慢 但是仍然摆脱不了楼下打水的情况 就像视频中的这位奶奶 拖着缓慢的身体领着这么大的桶 还要提着这么大的桶前来打水 然后一点点缓慢的领回去 还好记者在这里拍摄 旁边的其他业主嚷嚷着让物业帮忙领着 物业也连忙上去帮忙 这是记者来在场的情况下 这要是平时呢 如果没有记者在场 那是不是就要老人们一点点的领上去了 就当小区人员纷纷说各种问题时候 突然小区来水了 这让小区业主瞬间勉想着和记者到来有关 这样的话 难道是小区物业故意卡水吗 随后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 这一物业一听记者自报家们 都纷纷活动起来个忙个的 不愿意和讨论小区用水问题 就是一位小区业主站了出来 我跟你说我家有记录的 我都有记录 从元月份到现在 你已经停了26次 加这次27次 我们都在外头打翻 你说 你们应该给我们给一个 就是满意的答复吧 这位大娘说完话后 小区的工作人员出来做了解是 我们是整个小区分了四个水方法来供水 刚刚跟自来水公司在这沟通的 自来水流量减小了 水产是蛮负荷的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 中间很多小区都在用水 用水用的最后面就是说 这个水压就降低了 这样说的话 并不是小区物业故意卡水 是因为周边小区用水过多 导致自来水厂水浮和水压过低 随后小区工作人员也说出了 自来水管公司面对此情况的解决办法 水公司措施是 它会在这个下午和晚上凌晨以后 把压力增大 把我们的水箱挂满 第二个我会叫上我们的洒水车 满足我们业主的临时用水 老幼或者是有小孩的怎么样的 也可以跟我们管家联系 我们帮忙提水送上一族压里面 在这个解决方法 不仅解决了小区以后的用水问题 也解决眼下小区住户的日常用水 其实如果小区物业早能站出来解释一下 或者早点实施应急方案 帮助小区居民解决日常用水问题 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你们认为小区物业有没有果实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讲到的就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留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身边事